助理愿意捐加班费哪里有错 汪达瑞美国大学教授 高宏安诈领立法院的助理费被起诉 竟然还敢公开喊冤 助理愿意捐加班费哪里有错 高宏安这疑问显示他缺乏基本的是非对错观念 已成年的高宏安不知是非对错 原因可能在性格、家教、知识或三者皆有 我无力解决高宏安的性格与家教缺陷 但可以帮他弥补知识的不足 法治社会的运作建立在财产权的保护 私人财产受到法律保障 不容他人用任何手段夺取 这是现代公民的基本知识 最严重的非法夺裁手段就是抢劫 其次是偷窃 接着才是诈骗 为了避免法律追溯 恶徒的夺裁手段变得更精致 最精致的夺裁手段就是捐献 且常发生在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下 国民党是各中高手 过去常滥用国家权力压迫人民捐钱 国民党用捐献之民行搜刮之时 人民敢怒不敢言 为了掩饰人民的不快 国民党创造了乐捐这个名词 高宏安生安国民党的夺裁手法 以自愿捐款为民行剥削助力之时 为的是诈取来自全民的钱财 高宏安的狡辩经不起事实检验 所谓的志愿捐款就是可捐可不捐 不想捐就不捐 爱捐多少就捐多少 以下是我对这三个条件的检验 可捐可不捐 若高宏安的狡辩属实 他会有不愿意捐款的助力 而且不怕遭受报复 不想捐就不捐 若高宏安的狡辩属实 助力总有不想捐钱的时候 不会每个月都捐 爱捐多少就捐多少 若高宏安的狡辩属实 助力的捐款会有高低起伏 金额不可能固定 高宏安的狡辩之词经不起事实的检验 高宏安的每一个助力都要捐钱 每个月都有捐 而且捐款的金额长期稳定 这不是志愿捐款 而是制度性的贪污 高宏安需报助力的加班费 在用捐钱的名义回收役领的款项 用来支付个人的生活消费 这就是贪污 高宏安问助力愿意捐加班费 哪里有错 以下是我的回答 高宏安错在用诈数窃取人民钱财 高宏安错在被起诉后还狡辩脱嘴 高宏安错在把检调与法官当傻瓜 高宏安将为这三个错误付出昂贵的代价 特别是第三个错误 检调与法官最痛恨被罪犯当傻瓜 检查